啊哟 欢迎来到左思华频道 各位观众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在电视上看过一些 硬件广告 所谓硬件广告 就是让你看完之后 脑骨松岸的感觉 嘶嘶 这些广告看完以后 你不但因为想要去为它花钱 反而能量瘦瘦 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反正操作的硬件广告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则广告 健康的生活のリズムは 会食 会眠 会痛です こうしたリズムが乱れると 便秘になりがちです その他食事の内容や量 運動不足も原因になります サラリーをお試しください 消薬を活かした 飲みやすい糖以上です 便秘に サラリーをお試しください 哇 この看似无害的便秘要广告 他里面出现的那个 恰恶小猴 有点诡异 不觉得吗 虽然说是为了形容 便秘死痛苦的表情 但是这个恰恶小猴的瞬间变脸 还有他眼球突然突出了 嘔嘔 哇 真的是实在让人感到不舒服 可怕 而且这种恰恶小猴 好像在蛮多恐怖电影中有出现过 本身的机械式的恰恶方式 我听听听听听听 就让人感到很可怕了 便秘广告 为什么要放得唱巧萄小猴 诶吾 这样子这个便秘啊 卖得出没 这是什么广告?糖果广告吗? 糖果广告? 再看到一次 哦,他就思想很痛苦 突然间一个手出来了 把座带刀 你介绍糖果去介绍糖果啊? 为什么他从他脑袋上出来一只小鱼? 妈呀! 怎么让他恐怖片这样? 然后他抢掉他的蛋糕是吗? 哦 他抢掉他的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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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给他kasugai黑糖 可是你不可以用那个女孩子亲自给咩 为什么他用弯女孩子的头脑出来一只手? 这什么晚上操作? 这种黑糖是要买从脑袋出来的 耶 这到底是什么广告? 因为他像恶心的 哟 他自己身上的那些凝稠的东西 为什么不可以吃这个蛋糕 为什么不可以吃这个蛋糕 好恶心啊 你好好的那个冰淇淋广告 不是要给人家快乐的感觉 你知道吗? 为什么好像不是拍恐怖片这样 那个人拿着汤匙 不停地把自己头上的冰淇淋挖下来吃 呦 给人一种自己吃自己的诡异点像 哇 这个挤动 让人感到头皮发麻 自己吃自己的粘稠物体 冰淇淋广告应该是要快乐的嘛 通常都是有一般小孩子 跟爸爸妈妈去买冰淇淋 然后快乐的一天 卖人出咩? 听到Remko的小孩笑一会儿 诶 不要管讲这个是 卖这个娃娃的广告 你听到小孩笑一会儿 她是什么样子 你曾经见过 她笑一会儿 小女孩也跟着笑 小女孩也跟着笑 给Remko的小孩笑一会儿 蛤? 这个广告是卖这个羊娃娃 蛤? 这个广告是卖这个羊娃娃 我看到这个广告 我是不想要去买这个羊娃娃 好恐怖哦 你买了 放在家里还 哈哈哈哈 然后那个小女孩也跟着笑哦 好像中了那个主族一样 诶 你看了这个广告 你会想要去买这个羊娃娃吗 哇 她笑得很可怕 你听她笑声 哦 她按了那个中间那个button 她就会一直笑 你看她中间有一个圆形的 她刚刚一开始有按她 按了她她就会一直笑 你看她 好像中文一样 这个给我的感觉 就好像以前年代啊 我看的那个电影 电影里面就会有一个小朋友 半夜会趴起来 笑着杀人的恐怖片 哈哈哈哈 拍摄这个广告的导演 是什么脑洞啊 为什么他觉得拍这样的广告 没有观众会去买它 会觉得很恐怖了 有耶 呦 拍了很像恐怖片这样 呦 好像是有 谁要进来 到底是什么广告 我拍了很这样 有人要打抢 锁门 诶 它开了 这什么广告哦 哦 哦 那个手术 黄色的手 怎么那么像 麦当劳的广告的 还真正是麦当劳广告 我看 为什么麦当劳广告会拍成这样啊 整个好像 有小偷要闯进屋子里面那样 这个麦当劳广告 你太吓人了吧 你不是要主打他的食物的吗 为什么你主打他的小丑 幸好现在的麦当劳好像没有小丑了 没有什么看到小丑 我不知道别的国家还有没有小丑 但在马来西亚麦当劳 几乎是看不到小丑 电话响 来吧 来吧 日本人的广告 这个又是麦当劳叔叔 这个麦当劳叔叔 这个麦当劳叔叔 根本就是跟踪狂阿飘啊 麦当劳叔叔本身是小丑这件事情 已经有够吓人了 居然现在拍成整个变态咯那样 日本仔阿 为什么你要把广告 把做恐怖片拍 因此 我都不敢去吃麦当劳阿 他的用意在哪里咧 打电话然后有麦当劳叔叔在上面 带出来的思想是什么 你们知道的可以等一下留言一下 为什么导演要这样拍 目的是什么 PlayStation 这是游戏机喔 游戏机也会恐怖啊 哇 这个小鹰儿 就有点闲闲恐怖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呃 为什么还很美 蛤 他带出来的思想是什么 我一开始我看到的是 这个婴儿的眼睛 有很多游戏画面 然后他哭了 然后他就收回去 我明白了 就是婴儿 他看到游戏机 他就不会再哭了 可是拍到这样鬼耶 整个很像恐怖片那样 我注意啊 注意婴儿的眼睛 他有很多游戏画面 他先留言了一些 OK 他很伤心 然后看到很多游戏画面 他就收回去 哇 可是这个导戏拍到很恐怖啊 这样的表达方式 有点不对耶 导演 让人看得 有毛 都起来 14级 应该是要很多小鹰儿子玩 然后很烦的嘛 哎呦 对 他不能吃饭 我不是吃饭 你也不吃饭 可否 你吃饭 我吃饭 你吃饭 不吃饭 牛做了 你吃饭 你吃饭 这个虽然它不恐怖,可是有点奇怪诶 那个头在上面,然后下面是你的器官 哇,这个泰国广告,真的是太有创意了 OK,这个可以 它带出来的实际上是什么? 要多吃蔬菜 它卖什么料? 我注意到诶 我一直注意它的器官 这是个公益广告吧? 它没有说它卖什么产品诶 它就说,要多吃蔬菜而已 应该是公益广告的 没有卖产品 这个我看过 这个我也是有时候我看过 突然间有一个 有剧头 怕被广告 为什么要更加害怕出来啊? 有点不明白 它驾车 驾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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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开车的时候要警神 不然的话就会看到鬼 因为你已经发生意外了 没有道理 所以开车不警神的话要怎么样呢? 喝它的咖啡 感觉就好像空虎片那样 这个也像是广告啊 诶 中间那个人 有声明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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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声明尝 有声明尝 他们前方出现一个摆设的声音 车里面的两个男子来不及反应 那个女鬼就 那个女鬼就现身了 最后那个女鬼还要 举着善意提醒告示牌 问那个车里面的男子 换上冬用轮胎了吗 这什么鬼哦 这是轮胎广告啊 这个可以播吗 这个还放在电视上播的 小孩子看到这个广告会吓到哭 放在一家大小 都在看的电视上 突然间那个跳距 哇 我吓了你 政府为什么会同意这种广告播上去啊 我有点不明白 我等了你又是恐怖片 这是卖电话配套的啊 卖电话配套为什么 还有一个鬼 电话配套 跟鬼 有什么关系 这家的导演 真的是脑洞太大了吧 哦 重点是这些广告还放在电视上播放的耶 那些儿童看到这样的广告 看的OK吗 他说回来是希望这影片过神 不要黄标啊 毕竟 很多都是恐怖的广告啊 如果过神的话 我就要放进会员影片了 所以还没有进会员影片的 快进哦 进了会员影片 就可以看我送黄标的影片了 好啦 那喜欢影片的话就订阅按赞 分享和打开小铃铛 小铃铛